民間鄉農會 昨日於鄉農會三樓 舉辦慶祝農民節暨表彰大會 由小朋友們活潑的演出 為活動揭開序幕 議員余秀英特地到場參與 恭賀得獎者 很高興可以來到民間農會 這裡參加他們基本的農民選 還有這些農民 這種農民 感覺到很高興 也親親替他們 平方市政策的辛苦 所以在這裡 秀英 讓我們管政府 一定要好好來 提供民間所有的農作物 所有的敵產 來配合我們農會 做出民間所有的敵食 在民間農會 拚揚到民間鄉農會的農民朋友 民間地區 無農的鄉親很多 尤其我們的結出農民 包括我們的鐵山 最有名的就是我們的薑翁萊 當然地域是最大眾 在這裡農民這麼辛苦 每一年可以說是都 付出真正的這個 客官來得到他們的收益 我相信這是一種要給他們肯定 也是代表說我們農民在在地 或在我們地方打拼的精神 可以說我們特地來表揚 議員余秀英與議員佑洪達 對地方農產業發展推動不遺餘力 藉著農民節活動 除了感謝農民的辛勞 也呼籲憲府重視農業發展時 所需注意的問題 農民的辛勞 所有農政府都必須要有水 所以說在這裡 需要買的經驗努力 來幫助我們管政府 可以把這個八卦山 漢官計畫 鐵鐵來做得好 一定要做 所以說在這裡 我們管政府 一定要體會到農民的辛勞 沒有水的艱苦 南投以農立憲 目前不僅缺水問題 需要克服 議員們也呼籲憲府農業處 盡力輔導農民 以提升農作的經濟效益 進而帶動農業發展 民意新聞簡易芬 民間採訪報導